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此同时 我们也被金门地区的民俗风情所深深的吸引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要向您介绍的就是金门人民的保护神 独具特色的神兽雕像 风诗也 金门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在历史上一直备受世人关注 随着两岸三通的实现 金门如今已经成为大陆游客前往旅游的热门选择 这一次 我们国宝当案师之组也踏上了金门的土地 开始了我们的金门寻宝之旅 温暖的日光 整洁的街道 还有道路两旁郁郁郁葱葱的植被 可谓桃源盛景 路边风硕茁壮的高粱 如今已成为勤劳的金门人的骄傲 因为正是他们辛勤的劳作 才使得金门三宝之一 金门高粱酒 成为了享誉亚洲的穷江玉叶 就在我们沉醉于金门风光的时候 路边的一尊奇特雕像 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这尊奇怪的石雕像 看上去像一头狮子 可又像是一个人 他直直地站立在村口处 面朝东北方 右手持令旗 左手持帅印 身披红色披风 面容略带微笑 双眼炯炯有神 威风扬起红披风之际 使这尊奇怪的雕像显得更加威武 他就是金门人民的保护神 民俗文化的代表 风师爷 在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 人们往往将风 雨 雷 电等自然现象的力量 归于某一种神或神兽 因此创造出了雷神 风神 雨神 水神 火神 以及财神 灶神 城皇 土地等等 形形色色的神仙形象 风师爷就是金门人民对于风神的想象 所创造出来的神明 从周代至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北方地区将二十八星宿之一的风神 尊称为风师或风夺 由于狮与狮发音相同 狮子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为辟邪招服 阻挡四面八方 邪魔妖怪的神兽 所以金门地区的人民就将狮子与风神相结合 创造出来了金门独具特色的风师爷 漫步在金门 你可以随处看到村落的入口处 村庙周围 民宅旁边或是水池旁侧 都放置形态不同的风师爷 在阵风避邪 保宅安民 每一尊风师爷的造型都各不相同 他们有的蹲坐 有的战力 有的全服 有的仆卧 他负责抵挡凶煞的入侵 也负责庇佑村民的安宁 在金门人眼中 风师爷也成为了金门的代名词 那么金门地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风师爷的造像呢 这还要从明清之际民族英雄郑成功说起 风起沙阳遮云日 威武风师定乾坤 国宝档案讲述风师爷的故事 明朝天启四年 也就是公元1624年 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中国台湾 清初 郑成功下决心赶走侵略军 亲率2.5万名将士 分成几百艘战船 浩浩荡荡从金门撂罗湾出发 驶向台湾 经过一次次激烈的战斗 郑成功从荷兰侵略者手中 收复了沦陷38年的中国神圣领土 然而 侵略者虽然被赶跑了 但也让金门地区陷入风沙之灾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郑成功为了赶走荷兰侵略者 收复台湾 不得不在金门地区大规模的伐木造船 树木的减少 使得金门在东北季风时 狂风肆虐 尘土飞扬 于是 金门当地的百姓就创造出了 阵风辟邪驱煞的风师爷 导求平安 各式各样的风师爷 从此守候于村口 在滚滚风沙里 担负着阵风止煞的保护任务 我们国宝当案设置组 在当地导游的带领下 寻找着金门风师爷的踪迹 风师爷大小不一 千姿百态 大者高达三点八五米 小者只有零点二二米 神态或呲牙咧嘴 或微而不怒 或仰天长笑 那么 为什么金门风师爷有的面目争鸣 而有的则是憨态可居呢 原来 金门风师爷根据造型的不同 其功能也有区别 早期的风师爷通常坐落在村口处 他们神态威严 威猛的造型表现出强大的威慑力 是整个村落的保护神 随着时代的发展 金门风师爷造型也有了变化 逐渐出现了造型可爱 面带微笑的风师爷 他已不仅仅是为了阵风避邪 同时也是为了祈福消灾 给人们带来平安祥和 金门人把庄严的风师爷装扮得五彩缤纷 把红 黄 蓝 绿 各种色彩涂在风师爷身上 让本来土石素木的风师爷变得光鲜亮丽了起来 穿过小路 我们发现了这封蓝色风师爷 它全身上漆满蓝色的油漆 实质古朴的外衣被人们装饰得色彩斑斓 圆圆的大眼睛炯炯有神 尸身的彩绘光鲜亮丽 十分可爱 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金门最大的风师爷 约有三四层楼那么高 它镇守着金门县 必有所有旅人来去平安 就在我们在村落与湖畔之间群迷风师爷的时候 经验丰富的导游告诉我们 在金门的风师爷中 有一尊风师爷就连当地人都很难找到 说着便把我们领进了一条小巷 我们跟着导游穿梭在幽静的小巷当中 这时导游跟我们说到 下面我们要看到的风师爷 就连很多当地金门人也找不到 那么导游说的风师爷到底藏在哪里了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